观众朋友 说到导盲犬呢 我想大家一定不会太陌生 目前呢 新西兰正在进行导盲犬的家庭援助活动 来看一下观众资讯 小狗在训练成为导盲犬后 正在寻找有爱心的家庭志愿者帮助小狗训练 新西兰皇家盲人中心的要求寄宿家庭为12个月 帮助幼犬社会化后再进入正式的导盲训练 所有的小狗都能与家人去大部分的地方 如餐馆 商店 乘坐公屋汽车和火车 另外 新西兰皇家盲人中心将提供全面支持 包括从食品 设备 兽医 护理等 接收小狗训练者 家庭 必须有一个完全兼顾和提供狗安全的狗舍 主人身体活动健康 同时不是全职工作 以便有足够的时间去陪伴训练的小狗 有兴趣的家庭可以拨打电话2690400 或去 rnzfb.org.nz网站了解更多信息